腺病毒感染有抬头的趋势 五个表现要警惕 给您预防的方法 根据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发布的提醒 最近腺病毒感染又呈抬头趋势 其中五分之一的住院患儿 都是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 腺病毒肺炎有哪些特征呢 最佳的预防方法是什么 腺病毒主要感染的是儿童 年龄多在六个月 到五岁之间 部分患儿引发了肺炎 这个病毒除了攻击肺部以外 还会引起其他部位的症状 因此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 如果出现以下的表现 要警惕腺病毒肺炎的可能性 第一是高热 这是腺病毒感染最常见的症状 孩子可能一开始就出现高烧不退 可以达到39度以上 高热持续时间较长 严重的可以达到二到四周 第二是面部苍白 高热持续的患儿可以出现面部苍白或者发灰 伴有精神威靡不振或者烦躁不安的表现 第三 咳嗽 咽痛 患儿可能出现咳嗽 咽痛的表现 咽喉部冲血比较严重 第四 心慌 伴有酵明音 有的患儿呼吸急促 能听到酵明音 心跳很快 第五 出现肺部症状以外的表现 少数腺病毒感染后 可以出现膀胱炎 结膜炎 胃肠道感染 或者脑炎 心肌炎的症状 表现为 尿贫 尿痛 眼睛发红 流泪 腹痛 腹泻 精神微靡 或者昏睡 心慌 胸闷等症状 对于怀疑腺病毒感染的患儿 需要进行病原血检查 来明确诊断 腺病毒感染 多数较轻 对症治疗后 能够自行缓解 但要注意 识别 微重症的早期信号 对于免疫力低下 或者营养不良的儿童 持续高热 超过三天以上 伴有精神微靡不振 嘴唇发紫 喘息症状明显的患儿 需要尽早就医 排除 重症腺病毒肺炎的可能性 腺病毒感染 一般有三到八天的平均潜伏期 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 儿童接触腺病毒后 直接触摸口鼻 眼睛 也会造成 接触传播 患儿排泄的粪便 也带有腺病毒 食物一旦被污染之后 也有传播的风险 因此 避免带儿童在人多的地方聚集 出门尽量戴口罩 注意饭前 便后要洗手 适当运动锻炼 加强营养补充 来提高儿童的免疫力 是预防腺病毒感染的 有效方法 接触 接触